更多有声读 请在微信 LVNCE9113 演播 此今 明朝拜家祠 第272章 嫡喜 刘瑾是个极聪明的人 可他又是一个极度缺乏历练的人 在京里待久了 便自以为 在这世上 只要哄好了太子殿下 便可无忧 事已到了锦州 他自以为完全贯彻 太子殿下的命令 只要太子殿下高兴就好 可现在 他渐渐琢磨出一点味道来了 这里不是京师 看看那些丘巴们 看着自己的眼神 是和气的凶残 还有那些百姓 一个个目露凶光的样子 便是连锦州的上下官员 哪一个不是对自己态度 各种玩味 即便是那中官王宝 也开始对自己若期若离了 啥意思呀 刘瑾甚至怀疑 倘若这个时候 自己被人悄悄做了 最后丢进了一个毛坑里 刘瑾都不会觉得 有丝毫的意外 关外这地方 黑呀 真的娘的黑呀 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刘瑾连忙寻找欧阳志 欧阳志虽为亲事 不过来时还带一箱子书 除了坚定不移的 贯彻恩师的 兼闭亲也之外 便将自己 关在心园里读书 他不愿和刘瑾打交道 鄙视刘瑾的为人 所以见刘瑾来了 眼眸指微微一抬 努力想说一句客气话 可脑子迟钝很久 居然没想出来 刘瑾在笑着说 欧阳修传这个时候 还有闲心读书呢 欧阳志点头 急不可闻地应了一句 面对欧阳志的不热情 刘瑾继续笑着说 读得什么书啊 欧阳志没有回答 在他心里 读书这等事 是不屑于和刘瑾这样的人说的 刘瑾的心中 其实已经忍不住骂了 但凡是咱还保持男耳神 力气大一些 非要恰死你不可 刘瑾努力保持着微笑 这笑越来越僵 口里说 咱们来了大半月了 这尖碧青夜也差不多了吧 天气越来越寒 咱在想 怕是达达人不会来了 昨日那指挥寻咱 说是他下头千户门闹得厉害 说要回自己住地去 欧阳修转 您看 边镇各卫 除了客军之外 绝大多数都在本地住房屯田 他们都是有地的 各个千户所和百户所 都屯住在锦州城外 有专门的土地供他们耕种 这就导致所谓的军户 几乎最后沦为农民 而千户官和百户官们 却成了世袭的地主 这些五官间的地主 心中比流民们还着急 这若是再不回去 这可怎么得了啊 这么多白白的劳动力 就留在城里 遭尽粮食吗 欧阳修面上没有表情 只是缓缓拖出三个字 不可以 啥 刘静觉得 自己的脾性 已经忍受到了极点 再也笑不出了 气冲冲地说 欧阳修转 咱家可以一直近着你呢 欧阳修依旧摇头 淡淡地说 我前日已上了奏书 说明了厉害关系 也奏成了自己 伪传圣旨之最 刘静心中咯噔了一下 这家伙自首了 欧阳修继续说 所以在朝廷派人前来 助纳我之前 兼毙青野就要坚持下去 我也算过 等朝廷有了反应 派人到了锦州 那已是半个多月之后的事情了 面对刘锦的怒目 欧阳修依旧脸色淡然 接着说 到了那个时候 这日子就更加天寒地冻 达达的威胁 就正好可以解除了 可在此之前 你这苍蝇也不得放出城去 遇见就在我的手里 谁敢出门 我就斩了谁 我说话是很认真的 你 刘锦打了个激励 他发现这个欧阳志 简直就是个疯子 他等于是切断自己所有退路 顺道还捅了自己一刀 然后浑身血肉模糊 大吼了一声 谁不服 只是把自己身家性命都打进去了 刘锦气呼呼地说 你这样迟当吗 这样迟当吗 大大人根本就不会来 不会来的 他们不来 我都是万死 你还跑去请罪了 那你更加死定了 你是知法犯法呀 你想死没关系 可你别拖着我呀 会来的 欧阳志气定神贤 一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改之态 他一字一句地说 一定会来 刘锦一愣 说 为啥 欧阳志一脸不容质疑的样子 说 恩师说的 刘锦又是一愣 他算是彻底服了 这样的树袋子 根本就无法沟通 这是个既顽固又够狠的人 看上去智商低 可实际上呢 心如铁石 自己竟玩不过的 刘锦依旧不甘心 便说 可若是心见不错了 会死人的 此时 欧阳志低下了头 已经懒得继续理会刘锦 垂头看着暗读上的书 一面说 恩师 不会错 刘锦 激红了眼睛 你欧阳志不怕死 咱还怕死 咱进了身 不就是为了好好的活着吗 他气羞羞的上前 这不是开玩笑的 欧阳修转 出口 方才一直神情平淡的欧阳志 突然力声一鹤 脸色在瞬间多了几分利色 手排在暗头御剑上 你再上前一步试试看 刘锦吓住 他突然想到 这就是一个不要命的家伙 这等人 可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的 刘锦摸着牙 有点心颤 欧阳志的目光 冷然起来 盯着刘锦 正色说 我再说一次 来时 恩师有过交代 兼闭轻言 恩师已有教诲 这已不容更改了 就算恩师错了 那也没有关系 我是他的门生 一切甘心我来承担 我欧阳志 有父有母 也是有亲有儿的人 在这世上 固然也有许多牵挂 可恩师代我欧阳志 恩重如山 我与恩师 情若父子 倘若恩师错了 做门生的 即便是获罪 或是死在关外 那也没什么怨言 刘锦 你不要逼我 我是敢杀人的 你 你这个疯子 还是个傻子 刘锦想哭 却是欲哭无泪 欧阳志 似乎又同情急流起来 你放心 我在奏书之中 向陛下请罪 可我也撇清了 和你的关系 说此事和你 没有任何关系 刘锦 跺跺脚 算是服了 现在说 没有丝毫关系 有个屁用啊 好吧 跟着欧阳志 是真的没办法沟通了 他只好踪踪茫茫出去 回到自己心园 烧一沉饮 便换来一个 随来的小宦官 张志 奴必在呢 刘锦眯着眼 肆意下定决心 咱信得过你吧 你得帮个忙 得带着那口箱子 说到这里 刘锦指了指 这箱子里 可都是进来 松瓜的宝贝 价值不菲 这可是都是自己 辛苦速得呀 敲诈勒索 虽是一个愉快的过程 可也是体力活了 刘锦露出不舍的样子 可虽然很肉痛 他还是咬牙切齿地说 带着这口箱子 回京师里去 想尽办法 去见萧公公一面 萧公公是有能耐的人 请他无论如何 为咱转环疏通 咱亲自修一封书信 要将此事 好好地解释一下 欧阳志已经打算找死了 可他不能死 那咋办呢 想来想去 只有萧公公能救他了 萧公公成日伴随在陛下身边 若是肯为自己开脱 将一切罪责都套在欧阳志身上 而自己 当然要把所有责任 都推下得干干净净才好 他连忙取了笔墨 想了想 便开始修书 里头当然都在解释 兼臂轻野和自己无关 都是欧阳志的主意 自己的行为 都是欧阳志所指使的 写好之后 他深吸一口气 才将书信交给这小宦官 你加急 亲自送去经历 小宦官也不敢犹豫 将那小箱子努力提了起来 带上书信 匆匆而去了 这下子 似乎可以松一口气了 还是咱聪明啊 眼下是谁沾着这欧阳志 谁倒霉 只是可惜 遭见自己这么多金银珠宝 刘瑾又不禁惆怅起来 过不了两三个时辰 刘瑾打了个盹 在梦里 他梦见达达人 许许多多达达人 可一张眼 眼前还是空荡荡的 可这外头 突然之间 有人高呼起来 达达人 达达人 市井的钟声已经敲响 一下子整个锦州城沸腾了 处处闹哄哄的 不安和仓促的快马 在城中狂奔 敌喜 敌喜 城内到处都是这样的声音 大量官兵纷纷上城楼 他们口里喝着白气 一个个紧张万分 而此时 锦州上下的官员 也都上了城楼 他们自城楼上 军高临下的看去 这一看 所有人的呼吸 似乎都停止了 是达达人 孰不清的达达人 浩浩荡荡的达达气兵 已出现在地平线上 那地平线上 出现无数模糊的小黑点 可随即 这黑点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刘锦几乎连靴子来不及穿 竟是不顾天寒地冻 赤足冲出星园 随即上了城楼 是达达人 竟真的是达达人呢 眼睛是不会骗人的 那浩浩荡荡的达达人 犹如乌云压顶一般 朝着锦州方向 蜂拥而来 这达达人 居然当真 来袭击锦州啊 刘锦第一个反应 就是大笑 可随即 他脸色煞白 猛的 他想起了一件 糟糕的 不能再糟糕的 事情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明朝拜家子》 作者上山打老虎 演播 自尽 杨地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月子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